下期出游对于轮椅人士来说 抬头是一片脑袋 一头是一片屁股 与其在人潮中看不一样的屁股 我们选择去看姐妹 然后就上演了像极乐失散多年的老姐妹 重逢的一幕 对于幻境就没有衣服穿 又不好买衣服的我们来说 目标锁定了服装店 然而转了一圈就找到一个合适的衣服 姐妹们看看要不要拿下 轮椅大军出街 这个世界终将被我们统治 逛商场除了逛和干饭 好像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能够吸引我们了 吃饭的时候 电源小姐姐问我们是不是网红 有一点小粉丝不多 那行我关注一下你们可以吗 成功的收获了一枚粉丝和一扎色梅糖 还在不好意思的嘞 年轻不嗨老年痴呆 吃完饭决定去开开仓子 放假前觉得在家里多待一分钟都是浪费时间 放假后除了在家玩和睡觉 没有一个人想出门 假期结束这冰冷的四个字要把打工人送回浪浪山了 这一刻除了地铁工作人员给的安全感 让我的尸体暖暖的 其他的一切都是冰冷的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by bwd6